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恐军一名尚未军官,在1983年某天执勤结束后,未经通报就离开营区,当时被军方视为逃兵,之后他改名唤醒,以新身份搬到另一个州国生活,直到35年后才被发现综合外媒报道。 休斯·William Howard Huff Jr.,当时离开营区后,还在19个不同的银行账户中提领了28500美元,约台币86万,随后便人间蒸发,军方发动搜索却迟迟未果,最后宣布休斯逃兵。 直到本月5日,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调查一起假护照诈欺案时,意外找到休斯本人,他表示当年在服役时一直都很忧郁,便毅然决然离开,并改名内欧百尼,Barry O.Burn,之后就一直在加州生活,消息曝光后,休斯的左连右舍都感到相当震惊, 一位邻居称他为人和善,平时他都用题目,Dim,这个名字果生活,还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。 休斯先前在美国空军担任情报官员,曾被短暂派驻至欧洲,1983年则被调回美国新墨西哥州空军基地。 休斯先前在美国空军基地。